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台積電在今天 真的是上演了奇蹟時刻 在股價的部分 一開盤就站穩了千元大關 那我們說到台積電 如果說持有一百張的話 身家就已經是破億了 台積電在這一波 衝上千元天價 到底誰是真的有賺到錢呢 另外我們包括在美國股市 標普跟納斯達克指數 以及在台股的部分 都是平創新高的 但是華爾街現在卻說 他們接下來會放棄 來預測標普未來的點位 那麼最主要是因為成分股 真的是太過集中了 現在美國跟台灣的股市 是不是已經出現 所謂這個畸形繁榮 要開始居高思維呢 另外在台積電的一個部分 現在也被視為是 最強黑科技的 就是所謂這個背面的電軌 那麼現在台積電 那麼在這一波的技術 到底供應鏈有誰可以真的受惠呢 以及在最新第二季的 民間房價指數的部分 季漲的幅度是4.7% 在七大都會區當中 除了台南之外 其他增幅都超過了5% 不過說真的要買房子的話 是不是直接來買蛋黃區 在未來它的抗疊性跟保值性 都真的會比較好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我也邀請到財英專家有庭浩 大家晚安 台大電機博士張晴鈺 大家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王兆麗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謝晨諺 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請教庭浩 在今天真的是見證了奇蹟的 台積電的股價 終於是衝上了千元大關 我們說很多人都在問 如果沒有上車的話 現在上車還來得及嗎 首先先恭喜我們 精靈天下的收聽的朋友們 為什麼 因為大家也看得出來 我們在過去一整年當中 幾乎是所有來賓 對於台積電 都是抱持著正面樂觀的想像空間 那一千元來到 它會不會是一個 長期的天花板呢 我們相信並不是的 為什麼 因為景氣循環 正是整條通道已經完全打開 我們對於上半年的期待 大多數都是其中在一些 AI用的伺服器 所以大家都會認為 上半年 僅多就是一個基礎建設的建設鏈而已 下半年 終端市場 是否能夠有顯著拉抬 才是大家所關注的重點 尤其我們可以觀察到 在全球晶圓代工市場的佔比當中 目前台積電的市占率 曾經在去年 一度縮到多少 剩下57% 按照Counterpoint的數據 但是在過去幾個季度 突然又開始拉大了 現在已經來到62%了 原因為何 因為台積電現在預估 從今年下半年 到明年上半年 3奈米整體的出貨潮 會大幅的拉抬 整體獲利率 所以輝達為什麼要漲價 它的理由是因為台積電要漲價 但是它把台積電漲價當成自己漲價的其中一個理由 我們都很清楚 在今年的AI GPU的伺服器 基本上也不過賣50萬台而已 明年也不過賣到80到90萬台 可是如果是以GP200的出貨量來看的話 2024年跟2025年比起來 它就是增長了6倍 那我們都很清楚 現在我們用的CHEDGPT 所使用的H100 H200伺服器 基本上現在來看 整體出貨量 也不過就是採用4奈米或者5奈米工藝 但是GP200由於即將採用3奈米工藝 它會造成一種效果 那就是即便AI伺服器 出貨量沒有大增 它的獲利也會創高 因為很貴 我們具體留意 像是在智慧型手機的部分也是一樣 現在在3奈米工藝 整體年增幅來看 今年是成長多少 318%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只要確定高單價的製程 持續能夠出貨 那麼台積電股價上行的區間 就不容易被打破 也就是說台積電今年 漲高當然容易回調 但是它不會改變長期的上行軌道 我們現在真正留意的事情是 那大家有都在車上嗎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多數人其實並沒有 可是有一個數據 到6月底的時候 總共5749人 他們只有100張以上的台積電 只有100張以上的台積電 等於身價都是超過1元 對啊 就在座來賓就是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可以具體留意 就是說到底從總股東人數來看 是不是大家都在車上 買零股也算買台積電 某種程度台積電的購買量 應該是內資內部的信心才對 可是非常有趣的情況是什麼 就是台積電的股東人數 在過去從2022年 當時的300塊 移入到500 600 700 800 到現在上千元 你會發現股東人數 長期仍然在一個下行趨勢 所以它股東人數是在減少的 沒錯 2022年當時11月份 是本輪牛市的開啟 當時就跌到大概12000點左右的位階 當時的台積電股東人數 是149萬人 其實股民佔比人數相對多 對 當時的股價多少 才382塊 現在看就好便宜 但是那個時候覺得很貴 到2023年6月份的時候 過了6個月 股東人數減少了17萬人 這個時候股價已經漲到560塊 到23年12月年底 股東人數剩下119萬 又減少了3萬人 但是股價已經來到580塊了 等於它越漲股東人數越少 好 今年6月份 占上千元了 現在股東人數剩下多少 116萬 還在減少 這重點什麼事情 當台積電的股價 不斷創新高的同時 它並沒有隱含著 進一步的追價買盤 當台積電股價創新高的同時 並沒有看到大家瘋了 一定要持有一張台積電 大家選擇的是什麼 趕快逢高獲利了解 解套的趕快解套 所以它就造成了一個現象 就是明明我們都感覺到 今年那支買盤明明就很猛 它怎麼都會沒有買台積電呢 因為今年那支的買盤 它主要來自於保單 解約金額後的總體金額 那這些保單解約以後 它因為以前是買保單 它有一點避險性質 有一點保守性質 所以它買的是什麼 大部分都是買高股息ETF 並沒有參與到全執型或者景氣型ETF 當中的成分股當中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今年績效最為亮麗的激檔ETF 你會發現 幾乎沒有市場最為火紅的高股息ETF 今年績效最為亮麗的ETF 是0052 富邦科技 它占台積電的占比 已經高達接近六成 今年漲幅是高達四成八 佔比很高 00881 國泰台灣5GPLUS的部分 今年漲幅有四成四 接下來0053 元大電子漲幅四成二 再來就是大盤的00608 和0050 今年漲幅大概有四成左右 這說明什麼事情 它說明的概念是 今年如果你的漲幅 整體績效 如果沒有來到四成的話 那你還真的不如做指數型投資 為什麼 因為你光是投資大盤 今年就會有四成的報酬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建議大家說 有時候我們到底要衡量 我到底適不適合做主動投資 你就看你的績效 跟大盤之間的差距有多大 如果你的投資報酬率 沒有到四成的話 其實都是輸了的感覺 對 所以我才說 有時候跟對股票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我們看到整個台股 來到這樣的一個位階 我個人認為 短期內 概率當然會拉得有點高 我們從融資餘額來看 從當時在經營 雲運分的2500億 現在已經來到3000多億了 這幾天又不斷在創高 說明什麼事情 市場的確有那一種熱情 開始回來了 我觀察了一下 這幾週 台積電的股東人數 大概是以每週 兩三千人的速度 開始往上走了 雖然長期來看 它是一個下行軌道 可是現在1000元了 大家想買了 以前800 900 700 不太想買 1000元了 突破心理關卡了 受不了了 快要買了 所以換句話說 台北股市在今年 還是有中期回調的可能 漲高還是會回跌 但我們重點在於 由於長期已經顯著拉台了 那我們就看到底回跌 可以加碼多少了 好 不過我們再請教停 其實在台積電的帶動之下 我們看到台股下 已經站穩2萬3 而且不斷是在創高的 包括在美國股市 標普跟納斯達克指數 也是頻頻在創高 但為什麼現在有投行 就已經說 他們接下來不會再對 標普接下來的指數 來做預測 是因為它的成分股太過集中 沒錯 其實台股也有一模一樣的問題 剛才我們看到 由於台積電 已經正式突破了千元大關 所以它的Tick 就是以每5元來跳了 每5元它會造成 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就是指數波動幅度 相對來得大 也造成期貨或者選擇權 它付出的 引信成本來得高 其實美國股市也出現 一模一樣的迹象 就是漲幅過度集中 在這些全值股當中 比如說華爾街的投行 Piper Standard 它就發布說 不會再發表 針對標普白指數的 單一目標價 為什麼 它發現完全估不準 為什麼 因為整個標普白指數 幾乎完全由這些公司 所發布的財報影響 其他公司根本就不重要 所以你預估景氣 預估整個 美國經濟市場的體質 好像沒辦法 因此來借進 或者準確的預估 標普白指數的變化 你只要看這幾隻公司的變化就好了 我們舉例來說 你像是在七支科技股當中 目前占標普白指數 今年盈餘的增長 占了多少 八成三 也就是標普白指數 賺一百塊錢 有八十三塊 都是這七支公司給賺走的 那你說其他公司 有真的那麼重要嗎 所以預估好像也沒什麼意義了 如果扣除掉這幾家公司的話 對 所以很多公司就決定 放棄針對標普白指數 來做預測 直接針對這七支股票 來看它的財報表現 那第二件事情 它也彰顯著 其他四百九十三支股票的 營收表現 真的不怎麼樣 那由於真的不怎麼樣 市場在過去一整週 過去兩週 美國股市的買盤 還是集中在兩大部門 一個是我們看到的科技補 另外一個就是ETF買盤 所以要嘛就是保本性 我買ETF分散風險 要嘛我就直接重壓 這些科技股股票 那現在市場上 要明顯 我們不管是從蘋果周線 亞馬遜周線 微軟還是Google 看起來整個下方 都有非常明顯的買盤 已經做好支撐了 這幾支科技股 像是蘋果 底下的買盤 這幾天還在不斷的 創新高當中 它也造就了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都很容易覺得 現在好像是 居高思維的時刻 根據JP Morgan 針對他的基金經理人 統計針對股票 意願的持長增加 或者減少 在整個六月底 願意增持股票的幅度 只有35% 65%都傾向減持股票 為什麼 居高思維 預留現金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 一個預留現金 所以現在是看悲觀的人 比較多了 所以才會減少他的持股 對 可是你又看不到 認為我現在減持股票 是為了因應 接下來即將到來的崩盤 或者史詩級的崩潰 因為業績就是這麼好 對 那該怎麼辦呢 所以很明顯 他們在預留現金 等待自然的均值回調 每個人都想買股票 但是不願意在這個價位來做買入 就好像買房 其實房市沒有真正看空的人 真正看空的都是希望跌下來 他可以用合理的價格來買入 現在投行當中 就有這樣的一個主流思維 好 但用什麼樣的理由 導致接下來股票回跌呢 均值回歸 漲多了 在越度慣性的回調 我們舉例來說 根據VIC指數 過去每個季度慣性的變化 你會發現 在年初的時候 VIC指數 大概就是一路緩慢的向下 說明什麼事情呢 越來越不恐慌 那就代表著 市場越來越多頭 可是通常 在8月份9月份 VIC指數有慣性的上漲 為什麼會8月9月 股市容易下跌 為什麼市場上 有非常明顯的避險情緒 原因很簡單 因為每年11月12月 是聖誕旺季 就市場會有一股 預估會先蹲後跳的拉抬 所以這個時候會覺得 我先減值一點股票 或者說 把自己的股票直昌 做好更進一步的配置 等待年底的大漲 所以你看很有趣的情況 台北股市 過去來看 都覺得是五窮六決 但是每股五月六月跌得重 其實也還好 但是每股八窮九決 尤其是九決 它幾乎是 九月都是最差的 每年九月通常表現都很差 它也說明著一個現象 就是市場上 現在幾乎找不到 太明顯的利空 來讓股票市場回跌 只能等什麼 等它自然季度的慣性回調 所以市場的確就是這樣子 一路晶晶漲 漲到現在 漲到現在為止 這些對通基金 有重新回到市場嗎 也不太敢 他們在等什麼 等一個回調的機會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如果行情真的是 半信半疑當中 持續的推升 那我們真的 等得到第三季的回調嗎 我認為 就算有 可能回調弧度 也沒有想像中來得大 因為每個人都是想要 一跌就買 一跌就買 好 剛剛停號段 我們看到 台積電在今天股價 真的是很見證歷史性的 一刻衝上了千元大關 不過反映在 台股跟美國股市 其實現在大家都會擔心說 是不是這個波段 真的是漲不過大 會不會出現一些 技術性的回調 不過在產業面的部分 其實都還是持續的看好的 但在台灣半導體 看好的情況之下 我們對比在對岸的 中國大陸 現在要請陳彥大我們了解 現在他們開始出現了 擠泡沫這樣的一個情況 曾經他們號稱說是 這個輝達最強競爭對手的 叫做左江科技 現在竟然按人下事了 有上萬名股東都被套牢 為什麼會講擠泡沫 因為我們最近觀察到 一件事情 過去應該說這幾年 原本中國的股市 想要透過IPO 把整個人氣帶回來 可是今年很奇怪 就他們的證監會 一直發出了一個政策 就是越來越嚴 就監管政策 這樣又那樣 這樣又那樣 可是這樣子不是讓IPO 就沒辦法上來嗎 就變成他把IPO控管得更嚴格 實際上他們也擔心 IPO上市以後 圈錢的效應 又造成排擠效果 反而那些以上市的股票 大家就不買 那不是更慘嗎 有一些排擠效應 反而讓其他股票表現更爛 對 因為大家會預期說 IPO這些公司 是不是更好 更乾淨 因為你新上來的對不對 結果這樣子監管政策一出來以後 這些IPO未上市的企業 就遭到鐵板 那怎麼辦 他只好自己知難而退 我沒有說不讓你IPO 我也沒有不鼓勵IPO 我只是說你這裡要改一下 你那裡要改一下 大家都很清楚 在中國就是這樣 你要follow他的監管政策 結果變成主動撤回 主動撤回多少 A股三大交易所 總共撤回36家半導體 其實如果我們講 總撤回數可能更多 但其中半導體就撤回了36家 這個也代表什麼意思 他們覺得半導體 一堆都用半導體名義 真的一直來一直來 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他們自己心裡面 可能也覺得不太對勁 所以開始IPO 側見的情況就一直發生 沒錯 那為什麼我講說 這個會有問題 你看這個數量是去年的兩倍 其中一個關鍵就是這一家 他叫左江科技 其實肥宇你剛才講到 對標揮答 這個把自己的身價 提到這麼高 對不對 你乾脆就說我跟黃仁勳 我們兩個的知識水平 是一樣的算了 對不對 這個其實上市不到5年 2019年的時候 上市的時候 連續標出漲停板 這中間股價最高最高 接近300塊就299 有到299 對 這個很像吃到飽 就接近300塊 當時真的轟動 真的轟動 為什麼他這麼強 原因很簡單 他說他就是中國的NVIDIA 所以其實要敢講 其實我就是台灣的黃仁勳 那種感覺一樣 你要敢講 所以他的股價衝到這個階段 你說他真的沒有東西嗎 有 他說他有一個DPU 這個可變邏輯的什麼什麼晶片 那個名字很長的 這個等一下問博士 他可能會更清楚 結果這個出來以後 因為我們知道CPU 我們知道GPU 我們知道NPU 對不對 他就給你弄了一個叫做DPU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就可變邏輯什麼什麼什麼 很長的一個晶片 而且他說這個東西 可以跟回答相媲美 這個是不是就厲害了 這個是不是就厲害了 結果後來發現 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 你知道嗎 我們看到這個照片上面 是荒煙漫草 是不是這樣講 對不對 結果實際上連工廠都沒有 你哪來的晶片 甚至你連財報都交不出來 後來我就看 一場騙局嗎 一場騙局 真的是一場騙局我要講 所以股價就暴跌 暴跌 到不到7塊錢 現在升6塊9了 從299變6塊9 他們很習慣 就是給你找一點零頭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當然就退市了 就退市 所以你知道嗎 投資超過人民幣10億 什麼網卡中端專案 連工 這個廠房都沒開工 你哪來的這些東西 所以現階段來講 他們還是得想辦法 從各地拿到晶片 但是你知道嗎 大家就一直在講說 我能夠拿到晶片 可是你能拿到高端晶片嗎 不一定 對不對 之前我們節目 還特別幫大家追蹤 他們一直說華為會上來 不用怕 對不對 結果既然被南韓 南韓不是跟 中國關係滿好的嗎 你怎麼可以透露這件事情 你不可以說實話 它的標題叫做 中國AI晶片自尊心 自尊心 我們看完以為 韓國跟中國很好 會講很厲害對不對 不是 揭露華為AI晶片的慘況 所以基本上他說 這個要取代A100的 這個升騰910B 實際上良率只有20% 良率只有20% 甚至你五個做出來 有四個就是缺陷 就是這樣 不是有四個是好的 是有四個是缺陷 80%都要報廢了 沒錯 然後甚至你說量產 要到50萬片 根本做不出來 所以有沒有問題 有 不過做不出來是不是 怎麼辦是不是 對 想跟其他的方法 從其他地方帶進來 其實在中國我們剛才講 有關係就沒關係 沒關係就找關係對不對 華爾街 Wall Street Journal 就特別談到這個現象 我覺得他們就找辦法 可是辦法不是走正途 我不是在技術上面 想辦法突破 結果以這是一個 這個華爾街日報 特別講的實際的例子 我想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有證實過 他說這個是新加坡留學的 中國學生 然後他的行李中出現什麼 這個很像遊戲機對不對 如果你掃S光過去 看就是那個掃 對 這塊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斷層掃描 不對 反正就是你機台過去 他就看一個方方 你就不會怎麼樣 看起來像遊戲機 真的就像遊戲機 可是實際上是什麼 六塊回答的AI晶片 而且它是先進製程的AI晶 先進製程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跟任天堂 SWITCH大小差不多 你沒注意 海關真的就給它過了對不對 100美元 一塊要多少 報酬100美元 那你要不要做 我是留學生 一塊就給我100美元 他就跟你講 這個就跟任天堂遊戲機 差不多你就帶過去就好了 帶一塊才3000多塊台幣 這又不是毒品 又不是什麼 又什麼好怕的 他們怎麼做 基本上他用各種地方的 名義的公司 比如說新加坡 南下 越南 設立對不對 公司 然後進口過來以後 就沒事了 進口過來之後 再想辦法透過留學生 夾帶 夾帶 其實美國有沒有在追蹤 這個事情 有 美國的海關文件已經發現 三月份有兩筆交易 就是從新加坡 從新加坡 你看 中國的一個商家 從新加坡收到20塊 所以你說他有沒有在想辦法 其實是有 但是這都不是正途 他有從台灣出去的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覺得他不是正途 但也看得出來 他們的技術 真的沒有辦法突破 好 中國大陸之所以要這樣子 透過這樣子一個夾帶的方式 最主要還是因為AI 真的是未來的趨勢 每一個國家都希望自己 未來在AI領域 可以有突飛猛進的進展 我們說當然也就是在 揮打AI的推波助瀾之下 全球的科技股 趙勵哥在今年以來 累積上漲幅度 已經達到了25% 現在好像是一定要扯上 AI你的股價才會漲 包括特斯拉也是這樣 蘋果也是如此 對 沒錯 其實大家對於AI的部分來講 有可能忌愛又恨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它真的漲很多 你像NVIDIA 你像Microsoft Amazon 這種股價幾乎都是創下 歷史新高的一個水準 所以不敢追的人 其實就看著 眼睜睜的看著股價一直漲 你知道嗎 怕的人 另外怕的人會不覺得 到底這個地方會不會是泡沫 因為大家都跟你講說 有可能像2000年的Sysco 對不對 股價衝上去之後 然後之後就泡沫 就開始出現大跌的一個走勢 好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說 因為你只看到Sysco 所以你會悲觀 可是當你看到成功的案例的時候 你就不一樣了 我們講一個成功的案例 Apple的股價到現在 現在還在創歷史新高 你知道嗎 當它發表第一款的iPhone的時候 是2007年 2007年我們只計算到2018年就好了 就漲了21.2倍 不要講2018年到現在的Apple 還在創歷史新高 你看它要漲了多少倍 好 另外一個 你看Tesla的部分 Model 3 2017年開始上市的時候 我們從這個地方開始起算 它有沒有給你機會 它真的有給你機會 它在這個地方也整理一段時間 聰明的人當然會去買 到這個地方 到2022年的時候 其實它也漲了22.8倍 不是22.8% 是22.8倍 好 你看一下 你看到這兩個成功的案例之後 其實我們再來看回答的部分 回答的部分 從TradeGTT開始問事 其實之前 在這個還沒問事之前 大家都覺得 AI到底是什麼概念 完全搞不太懂你知道嗎 當TradeGTT問事之後 開始發現 這個深層式AI真的厲害對不對 然後結果股價就開始漲漲漲 漲到H100 2023年H100 回答的H100的時候 總共漲了291% 台達電漲了30% 這是% 這不是倍 這個是倍 所以你就知道 假如我們就長線來講 你覺得回答這個地方 會是結束了嗎 AI整個會結束嗎 不會 所以它雖然是漲得多 感覺上是有泡沫 但不一定泡沫會破 其實說真的 現在沒有泡沫 現在你向輝達的本益筆來講好了 其實預估這一年的EPS 用股價來處理它的EPS 預估值大概45倍 其實Cisco那時候是100幾倍 所以這個就不一樣的一個邏輯 你說Microsoft有100多倍嗎 也沒有 Amazon這種也沒有 所以有些比較看法 比較樂觀的 比較正面的 我覺得應該說比較理性的 像野村 他就會認為說 AI黃金時代 你要把這個記下去 AI黃金時代還是在早期而已 不太可能這個地方AI就結束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 只是說股價當然有可能 漲多之後會遇到低吸引力 稍微拉回來 只是說你怎麼去選股 所以他認為巨大的成長潛力 並不是短跑 而是一場馬拉松 好 馬拉松大家要記得 所以既然是馬拉松 這裡面當中 當然股票 AI的族群裡面他會分好 比如說前一陣子常被笑的 七仙女或七姐妹都可以 大家笑兩檔股票 一檔就是蘋果你知道被笑翻了 另外一檔就Tesla更慘烈 Tesla被笑到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結果重點是 當他們跟AI扯上邊的時候 股價就不一樣了 你比如說像蘋果 WWDC玩之後 大家發現你要開始 手支的AI的手機 iPhone16要開始出來了 你知道嗎 你看一下 是認真的已經切入AI 對 然後你看一下 股價就真的大漲 我們從低點 你看在還沒公佈之前 股價其實說真的 今年的報酬不好 你這樣從低點到這個地方 到今天還在 收盤還在創歷史新高 總共兩個月的時間漲34% 這個還沒有什麼 Tesla的部分來講的話 因為他在目前 他有可能未來會是 最大的AI的訓練的基礎設施 他跟市場上這樣想 你看一下 這個是今年1月份的 開盤的時候 你看一下最低跌到這邊 Humblang當兩個月 漲了73.5% 你沒看錯 最近這兩個月 美股當中說真的 有誰最近這兩個 有誰漲比蘋果多的 所以他就是 股價又漲回來了 對 又漲回來了 之前都是負暴走 所以你看 連這種股票 市值這麼大的股票 其實說真的 你一直要跟AI扯上邊 其實股價都會爆發的 不過趙立哥 的確這個股價很多 跟AI相關的都已經漲多了 大家如果想買的話 會覺得買得比較安心的 還是要位階稍微低一點 其實台積電能不能 我覺得也可以 只是這種是白馬股 你說鴻海能不能買 鴻海當然我覺得也可以 可是這個白馬股 這個就不用我們去講了 你知道嗎 因為都是白馬 所以我們要找黑馬 就從5月13號 來這個節目的時候 跟大家講在這個地方 現在找的股票 什麼叫黑馬 就是要大家真的不太了解 這家公司在做什麼 為什麼大家會不瞭解 因為股價還沒飆 股價還沒漲 我覺得有機會成為黑馬的 大概有這樣 你看一下 台亞的部分相同的狀況 你看一下 AI第三類半導體的部分 不管是Game或SEC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一般傳統的伺服器一台 大概幾千美元 了不起1萬多美元 可是你搭載了 比如H100或GB200之後 這不一樣了 這個一台有可能幾十萬 甚至於上百萬 這是講美金 這不是講台幣 價格馬上就刪跡票 就翻上去你知道嗎 我的意思說 電源供應器的部分 其實非常的重要 效率的轉換等等 因為現在其實肯定 未來都是缺點 所以電的轉換 所以你要用什麼 第三代半導體的部分 因為6月份開始 Game會開始陸續的出貨 8月份SEC出貨 所以我覺得 6月份營收應該不錯 應該有雙位數 假如說它只有個位數 它的成長的幅度 M1或Y1 會決定它的股價的一個角度 假如成長的兩位數字以上 我覺得它的股價應該就會出現 所謂爆發性的一個成長 當然積極的你會認為 BAN都要開始出貨了 所以M1 YOY 肯定會出現大幅的成長 當然保守的 你可以等待它的營收的一個公佈 等等 另外你比如說像通家的部分 它是台積電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隱藏版的一個聯盟的部分 不管是電源管理IC等等這些 AIPC的受惠潮等等 再加上它有150公瓦率的一個部分 前四 五個月營收 也開始出現所謂的 季徵的一個線 年徵的一個線 股價這個地方其實也有機會 我們貓的部分也是一樣 它有AI Apple等等雙A的一個題材 全球PA市占率大概有七成以上 所以我覺得這些 都是滿不錯的一個 隱藏的一個黑馬 好 佳麗哥在剛剛帶我們看到 是在AI趨勢的帶動之下 現在還是有一些 位階相對比較低的股票 可以去做佈局的 當然AI其實也帶動了新進封裝的需求 不過要請教張博士 在最近缺失這個面板級的 扇出型封裝 是受到市場比較高度的討論 不過它如果說真的要進入 這個商業化的量產的話 是不是還有一些困難要去克服 好 那其實這個 最近這個名詞 FOPLP 這個名詞很饒口 到底什麼是面板級的 扇出型封裝 是 它其實主要 它其實這裡面分成幾個部分 我們一般來講科技名詞都喜歡把它組合起來 它其實第一個 FO指的是散出 就是散出型 也就是說我的這個真正 最後做出來的晶片 比我原來真正的IC還要大顆 所以它叫做變大了 就叫散出型 PLP的部分指的是面板型的封裝 當然面板型的封裝 有幾種不同的技術 而且有不同的門檻 最近比較熱的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來看到 第一個就是說 回答著這個GP200 最近有提出這個 有傳出這個新聞是說 有可能台積電提早來使用 這個面板級的散出型的 這樣的一個封裝來做製作 當然這個主要目的 當然就是一個 節省成本的問題的概念 另外一個部分來講 先前在所謂包括說 有面板廠商 那它用這個矩形 這個玻璃的矩形這個面板 矩形的這個面板 來做這樣的一個封裝 那這個我們從這個圖 就很容易可以理解 來看這個部分 我們標準的這個晶圓 是這個圓形的 那第一個 如果相同的大小 我至少是方形的 我至少邊邊的這個地方 我就不會浪費掉了 如果原本的這個封裝 就是說它其實這個邊邊 四個角的部分都是浪費 對 這是原本 如果是相同的這樣的一個大小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電視面板有多大 電視面板可以到八 九十吋 甚至一兩百 一百多吋都有 它的尺寸可以做得很大 對 所以這個專門傳統的面板 它本來做玻璃就很厲害 所以它們現在最舊最舊的 3.5代的面板 就是62公分乘75公分 所以它最舊3.5代的這個面板 就這麼大片 就比我們12吋的晶圓 還要大很多 對 而且就不會有這個浪費的問題 是 那這樣的一個面積 大了七倍 大了七倍 對 所以我今天如果可以 透過這樣的 利用玻璃面板 來做這樣的一個封裝的話 我就不用到這麼貴的 這個矽晶圓 因為玻璃面板一定相對便宜很多 所以這個來講也是一個 所謂玻璃封裝的這樣的一個技術 玻璃比較便宜 但除了成本考量 它還有什麼其他優勢 好 那其實主要來講 它的這個技術上來講 它其實有它的相對難度 當然來講也是說 譬如說像我們從這個圖上來看 在我們剛剛講到說 NVIDIA可能也會希望台積電 提早來使用這樣的一個技術 我們先看一下先前大家很熱門 這個COAS這樣的一個技術 這個來講主要它其實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的晶片是在晶圓上面 這個晶圓指的是這個系中介板 系中介板是 大家都知道是系做的 就是晶圓的意思 所以這個W的意思就指的是 這個系中介板 然後下面在這個 在一個subtrait 就是我的這個載板的部分 載板一般來講是有機的 這個塑膠素質的這樣的一個材料 那這完成這樣的一個部分來講 我們剛剛講 這中間有透過系中介板 它是系晶圓 我能不能用這個玻璃 這個玻璃把它取代掉 對耶 我如果把它取代掉 所以以後接下來會有一個名字叫 COGOS 這個G就是 這個G就是中間的玻璃 是 然後把這個W Waver給取代掉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以後的這個系中介板的 這個部分 就不需要了 就不需要 我用這個玻璃面板來 用玻璃就可以了 玻璃面板來做 然後甚至於 我們剛剛講到說 我原來的這個 像譬如說有些面板的公司 想要跨到半導體來講 它可以先來做這個載板 因為這個載板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 載板一般材料都是樹脂 或者是有機的材料 它沒有辦法很大 太大便來講 它就會變形 那玻璃來講 大家都知道它是整片的 所以它不會有變形翹躯的問題 所以它有它相對的優勢存在 所以它的這個 利用這個玻璃的這樣的一個 面板的這樣的一個材料 我們的這個密度可以增加十倍 而且我在同樣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 在這樣的一個載板的面積底下 我的晶片面積可以增加五成 五成 所以我的整個的密度 就可以大幅的增加 所以在製程上來講 有這樣子的一個優勢存在 我們說到這個台積電 接下來其實半導體 我再請教張博士 以後都是進入所謂的埃米世代 他們現在又說 台積電有一個最強的黑科技 叫做背面電軌 它到底有多厲害 好 這個在先前 台積電的基礎論壇 有發表出來 這一個背面電軌的概念上來講 它其實就是說 我們原來的 我們可以直接從這個圖上來看 目前現在的製程的技術 這是我晶片的整個 剖面結構上來看 上面我們都是 從這邊是我的晶圓 然後上面一層一層一層堆疊 做上來的結構 在這裡的結構 裡面我一定 IC我一定需要有通電 所以我一定需要有電的訊號 我一定會加很多訊號 輸入輸出 各種不同的訊號 控制訊號 所以我這裡面 會有密密麻麻 各種不同的 這樣的一個訊號進來 在這裡來講 我們都知道 我們IC都要越做越小 現在已經 幾乎已經是到了 我們講的就是一個極限 甚至大家都在想說 電力會不會有問題 好 這個部分來講 所以其實在 所謂先進的製程上來講 大家做一個想法 因為我這裡一方面走電 這裡走訊號 同樣擠在一起 這個電相對是比較大的訊號 大家都知道 電是比較高的電訊號 這個比較弱的訊號 放在一起又很近 它又有干擾的問題 那我想辦法把它拆掉 那怎麼拆 我把電的部分 從下面來做 從下面 電源傳輸從底部的部分 對 就把它 電源的部分 我們本來也跟 這個訊號的部分 都是從上面這樣子傳下來 我現在把它切開 電源供應的這個部分 從背部 晶圓的背部來供電 真正控制電 所謂電子 電晶體這些電子元件的訊號 就從上面這邊下來 把兩個部分切開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來講 我本來是這裡有電的訊號 這是電的 這是訊號 我的密集度已經受到限制了 我把它兩個拆開 我是不是可以做得再更密集 這是一個概念 那同時我們剛剛講的 本來會有干擾的問題 對 也不會再干擾了 現在還講也可以有效的降低 所以它就叫做背面電軌 不過在台湾的 相關的供應鏈當中 其實也有一些個股的部分 其實在最近已經開始反映 這個題材都是價量起樣 是 那其實這個部分來講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說 我要把電源的部分 從背面供電 原來如果是原來的晶圓 這麼厚 那其實一定很難 很難供電 而且損耗一定很高 所以我有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一定要做 就是我要把晶片把它磨薄 所以這裡跟有相關 譬如說有什麼 中砂或者聖洋瓣 他們做的事情 就是把晶圓磨到很薄 這個磨到很薄 基本上它薄到整個晶圓 其實是會像一張紙一樣 會彎曲的 所以我們在做製成的時候 我甚至在這個上面 還要再貼一層晶圓上去 這個是屬於把晶圓磨薄的部分 另外我們剛剛講到說 我今天從背面磨薄之後 我挖了洞 我這裡是不是要有導電的材料 導電的材料 我這邊就需要所謂的金屬 沉積的這些相關的設備 所以來講 譬如說像這些相關的公司 它其實就會受到 這樣子的一個好處跟激勵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 在今年房市真的是熱到拔燙 不過戴德兩行董事總經理 顏秉麗卻說 今年房市是溫水煮青蛙 等到2027年整個房市 到時候預售屋的一個狀況 就會漸分明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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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